你好 我是老胡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 有一点点技术难度的话题 如何在一个频道里面做直播 这么奇怪 如何在一个频道里面 做一个24x7的直播 也就是说 这个直播是一天 一个月 甚至一年的直播 不停止 那更难一点 如何在一个频道里头 同时做N个 而是层气的直播 那不得了 相当于是一个电视台 同时有适当节目 频道一 频道二 频道三 频道四 同时在现场播放 那么绝大多数人 可能是没有做过直播 做过直播的人 不知道如何做一个连续的直播 那么做过一个直播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在一个频道里面 可以同时进行N个直播 那么今天 我就得给你看一下这个例子 首先我给你看几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做直播 做的最成功的一个频道 672万粉丝 Chill 它是一个音乐方面 它是常年进行直播 大家可能在浏览YouTube的时候 都对这样一个头像 封面非常熟悉 就是来自于这个频道的 它平时都会有几万 或者是上十万的人 在线观看它这个音乐 听它的音乐 它这个频道 你看到 有一个有两个直播 两个直播 一个频道 再看这个频道 也是一个音乐频道 它同时有九个直播 厉害吧 都是在现在在直播的 你看 直播 看这个频道 另外一个音乐频道 它有两个直播 但是其中一个是音乐 另外一个是什么 2020年的美国大选的 结果的现场报告 它也在这边直播 好 我们再看 这个频道 它同时有八个直播 正在现在发生 这个频道 有意思了 这个是我今天 在电报群里头看见的 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 第一 它有十个直播 它直播的是什么东西 全是下雨的 这样一些场景 下暴雨 下雷震雨 这个街道 好 那么你就要问了 首先你要了解 可以这样子玩 那么紧接着最下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玩 首先第一个 只要有人看的 像这样一个东西 334个人 他显得难过 他想 实际上有某个地方在下雨 我看看他那边是下雨是怎么回事 那么334个人 这334个人 如果一个人都在上面待一个小时平均的话 那就是 330多个观看时长 这个时间是算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哪个人一时兴起没有看见过下雨 他是来自撒哈拉沙漠 没看见过下雨 看这个下雨 吓得他 感觉到跟他当年的某个心情故事能够联系起来 他一激动 他可以打赏 在直播间里头他可以打赏 然后你还有你点开这个直播 它是一个直播下面有说明区 说明区里头你可以放任何链接 可以卖东西 卖茶杯 卖衣服 可以联盟营销可以引流到另外一个网站上面去赚钱 也可以讲我这边用的是什么样的相机 什么样的喇叭 什么样的麦克风 然后链接也可以产生购买 他也可以拿到钱 所以就这样一个说明区里头以及直播间里头 都是他可能产生收入的来源 观看时长越长给这个频道贡献的广告机会就越多 那当然对他其他的频道里面的视频的推荐也有帮助 因为有人看了这个直播觉得不错 然后他就点进这个频道去看看 频道里头还有那么多其他的视频 那他就会点击订阅 那这个订阅就会出现 他以后你有新的视频发布的时候就会得到通知 所以就这样慢慢滚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像这样一个音乐的频道 通过直播在几年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600多万这样一个好的成绩 好 那么大家知道了 有这种玩法 也知道了为什么要这样的玩 那么下面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 首先单一的直播 我们讲很容易可以通过手机 手机端直接去直播 也可以通过电脑端直播 那电脑端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YouTube的网页 可以直接进行直播 就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创建 就这样开始直播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进来的 往往是通过就是一个直播 那你要做两个以上的同时的直播 怎么做法 那就通过OBS 通过另外的一个直播工具 通常来讲我们都用OBS Studio OBS Studio的话 也就是说它里头有一个直播码 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码就直播到这样一个YouTube的直播间里头去 那么你可以更换这个码就可以创建第二个直播 那你有第三个这个直播码就可以进入第三个这个直播间 就是这样的道理 原理上非常简单 那你讲你需要一个OBS去做直播 那么这个OBS 那么连接到YouTube的这个直播间 这个主直播 主直播的平台和复和备用的直播平台 它有两个 那么你再连任何一个进去都可以 关键的是这个直播的码不同 它就会创建不同的直播 那么用OBS呢 OBS有一个好处 OBS特别好玩 OBS你可以在这边打开这个OBS 可以打开多个备份 我可以打开 就是执行一个OBS 也可以打开第二个OBS 就相当于你这个浏览器 你可以打开一个 打开第二个 打开第三个 都没有关系 同样的道理 OBS也可以这样的运行多个OBS 那每一个用一个直播码 然后你就可以创建同时几个直播 但是这样子的玩法会导致 因为直播是一个非常消耗计算机资源的 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你要在像我这个机器 我这个PC上面打开同时两个直播的话 这个机器的风扇就会叫了 所以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你要在家里头的话 一般来说 你就单独用另外台备份的机器 放在那地方去直播 就可以了 用它 里头跑两个OBS 那么正常的做法 如果是你专门要做这种方法 你是应该在外面去买 叫做VPS Virtual Private Server 就是专门在云上面 云端租用一个机器 那个机器专门跟你来做直播 这个微软也有 谷歌也有 亚马逊也有 这个谷歌云 阿里云也有 这个云端上面 你买一个虚拟 虚拟主机 然后装上OBS 你就可以这样子玩了 然后那个是不会停电 一直一直开在那个地方 所以真正要做直播 是那样子玩 而不是用你这个 你现在日常的 我现在在用到这个机器 然后再讲进行直播 除非是我周末的 那个回答问题的直播 可以这样的玩 正儿八经的那个24小时 这个连续的这样的直播的话 那就应该单独的一台机器 或者是一台服务器 最好是云端去租一个东西 所以你这个原理你清楚了 就是每一个直播的马 会产生一个新的直播 你只要有一个直播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我播什么东西 大家以为直播 就是老胡作者 怎么跟你说话 然后你可以通过直播间 可以提问 然后我跟你对话 不是 绝大部分这些音乐的直播 它不是现场直播 它是直播 也就是说那个视频 真的是从服务器 或者从我的电脑 现在正通过 传到了谷歌的服务器 YouTube的直播间 然后再传给你 这个意义上它是直播 但它不是现场直播 绝大部分直播 是录像直播 它这个音乐它先录下来的 你以为真的时候 你以为这个时候真的是 它正在下雨吗 你以为这个人是真的 在全国十个城市里头 把它下雨的景象 正在下雨 然后它开始直播吗 不是 它是把下雨的这些东西 录像录下来 然后循环播放 就这么简单 如果是音乐的话 你要是唱歌的 你要是背景音乐的 或者是弹钢琴的 那你就是这个东西 先弹好了 录好了 然后在那边 把这个二十首音乐 或者是表演的录像 就在这个时候 连续的循环的播放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直播出去的内容 所以 我这样子讲 你就应该有这个概念了 你想播什么 就是 就是什么东西呢 万事皆可直播 什么都可以直播 你可以对到你的 老胡签的工作室 我这边可以架一个相机在这边 然后什么时候都可以直播 那么 我的确这样子打算 不是讲连续直播 我就在我工作状态 比如说早上起来开始 我坐在工作台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能就开始直播 那么我在这边看东西 做笔记 就像很多 那个就是陪我学习 那种视频 不就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直播是把这个时间弄长一点 整个我这个工作的 比如说十个小时的时候 都一直在直播 然后其他的时间 我可能也开着灯 说不定也直播 然后老胡怎么还没起床 还没起床 还没起床 那么就可以这样子玩了 实际上最开始的直播的时候 就是一个华人 他这个叫Justin 他就是这样子在头上 带到一个摄像机 然后就直播 后来他这个网站 买了很多的钱 所以记住这一点 万事可以接直播 你家有农场 你家有小动物 你家有狗窝 有猫 有马房 或者是有山羊这些东西 那么你就对着他直播就好了 当然你最开始的直播的时候 可能没多少人来看 但是如果这样 你这样子已经setup起来 你就不用去管他 一直在直播的话 你也不知道 对你的平台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很难说 加拿大有一个直播 就是那个鹰 某一种鹰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鹰 在那个树上 就是然后一直从他开始下蛋 然后然后那个孵化出来 然后这个母鹰 雕东西回去喂他 全球那么多人在看他 最开始四川的这个大雄猫基地 你看在网上直播的时候 全世界多少人在看 所以直播会成为一个常态 以后如果这个5G时代来了以后的话 你不见得像老胡这样的说话 这种在这教东西或者是现场 你可以用节目进行录像的播放 然后如果是有真实的东西的话 大家感兴趣的你家来养这些东西的话 完全可以这个现场的这种直播 工地里头可以就是那边在盖房子 你想知道他当年去年武汉建医院的时候 你看看直播大家愿意看 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点 万事皆可直播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不见得是现场直播 你好看的东西把它做成汇编 也可以在这里头循环的直播 我看过这个直播最长的话 是几年的 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直播 只要你的服务器稳定 一直在那边播的话 它不会中断的 你会产生大量的观看时长 你也不知道进来的人会留言 或者是会呃产生什么样的 我们就看这个 呃 你可以看看这个直播间的热烈程度 啊两三万人在看将近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 是 就这个这样的播放音乐 就是一张这个呃卡通 你可以看看这个直播间的 直播间的这个 它这个信息的翻滚程度 你看就在动动 就这么多人在那听 在那边啊 在那边发表意见 在那边参与 在那边聊天啊 是非非常热闹的啊 好 那么希望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话 就虽然我讲的是这个概念上有点困难啊 技术上我并没有深谈啊 你要是我前面讲的技术实现的时候这块方式的话 因为是 讲的话单独会成为一个一期节目 并且还蛮长的 蛮深入的 那部分的话 你需要这个需要的人 自己单独的去做一些研究 啊 你就这个OBS 怎么样更换那个码 然后在 呃 YouTube的那个直播 呃 安排直播那个里头 多 每次都重置一个这样的直播码 就可以了 就很容易实现 呃 那么 一个直播的话 如果是只是一个直播的话 那么平时 比如说像我老虎 呃 就是有周末有个直播 然后我这个 呃实战实战这个训练 有另外一个直播 那么如果我又专门另外一个 设置成一个长年的直播的话 我可以在我家里头设置另外一台 因为我家里头好多机器 随便挑一台 然后让它一直跑 直跑那个直播 一直开着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讲 有同时有两个 三个这样的直播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到外面去租这个 VPS 啊 每个月可能花个 呃十几二十块钱 然后你就基本上不用担心了 一旦把它这个 把它设置好了的话 你就基本上不用烦它了 这个呃 是百分之九十几百九九九 这样一个可考虑 啊 一直在播 你就平时只要稍微少一眼 进行一下监控就可以了 所以呢 大家今天知道了 有这样一个玩法 就结合你的频道的这样一个现状 以及你的内容的特征 或许这是一个非常对你来讲 可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手段啊 对普通人呢 不见得是帮得上忙 对一些音乐啊 啊 对一些陪你学习啊 对一些这个呃 你家那个户外在深山 深山里头 那个景色非常优美啊 或者是有什么稀奇的这种 珍贵的这种鸟类动物 那这个这种直播的话 可能就非常不错 或者是你在呃 最繁华的路口 我不知道在上海 或者是在纽约某个地方 你就对着个摄像机 长期就是直播那个地方 或者是你们家 说不定就在警察局的对面 或者是你就可以拍他 经常他各种各样的犯罪的分子 往回抓 往警察局门口来拖 或者是你们家在法院的正对面 说不定也设一个这个 直播的这个相机 在那个地方啊 凡此种种 这个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东西 就全当给大家开个脑洞 再说一遍 这个方法 对有些人用的好的话 会非常非常厉害 这个频道就是个例子 好的 今天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节目再见 谢谢